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试诊 我跟你讲试诊其实我认识一专家特别棒 是吗 那个咱拜托了妈妈都约了半年 她一直忙挂号挂不上 这样的我看看今天撞到运气 那赶紧看看今天要能来的话 简直帮妈妈解决大难题了 喂 但是我觉得吧还应该请一个嘉宾 我想起咱们以前节目中有一个嘉宾 对那个施诊还挺有研究的 而且她上次还带来一个小偏方 好多妈妈用了说还真的挺管用的 我先给她打个电话 是看她能不能来 喂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来到败富的妈妈 我们的口号就是 做妈妈很OK 我们首先来欢迎现场一百位辛苦的妈妈 你们辛苦了 欢迎你们 首先呢我们要特别欢迎的就是 北京基式肌肤儿院特品专家 首都儿眼所皮肤科主任刘晓晏 欢迎刘晓 同时也要欢迎这一位 今天也来会帮妈妈来解决烦恼 就是春晓 欢迎北京的春晓 我们说有几个正备孕 或者刚生完孩子的大夫 跟我说这节目你一定要去 为什么呢 所以这个节目我们也看 医生也看我们节目啊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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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我们和那个挺好的 那里边知识点很多 所以我觉得那我一定要来 哇刘主任 你本知识点很多也像我 你本来会挺高的 太好了 哎呦压力好大呀 那其实大家看节目啊 有的时候那个知识点还没办法 全部都说完 就是要请刘主任和春晓来呢 就是因为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 有一个调查问卷 问你们在春季最担心的宝宝皮肤方面的问题是什么 答案就两个字 湿疹 湿疹对于妈妈们来说并不陌生 今天我们梳理了很多关于湿疹的疑问 那么难缠的湿疹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 我们请到了备受同行业认可 妈妈们最信赖的皮肤科医生 北京新世纪福尔医院特品专家 首都二研所皮肤科主任刘晓燕刘主任 来帮妈妈们答疑解惑 都说湿疹 我就觉得应该是到越湿的地方 那湿疹就应该越厉害 可是有时候不是这样 但是又为什么要叫湿疹呢 所以我们有一个调查 也欢迎电视界的妈妈们来参与 我们的摇一摇的问题就是 你们认为宝宝长湿疹的原因之一是 A 皮肤环境过于干燥 B 是皮肤环境过于潮湿 电视界的妈妈们呢 也请拿出你们的手机再打开微信 然后呢点击发现 进入摇一摇选择电视 你就会看到这个投票页面 请把你的答案告诉我们 3 2 1 开始投票 我决定应该是在湿的地方 所以她叫湿疹是吗 看来还是静姐代表大多数 皮肤环境过于潮湿 占到了68% 然后以春晓鸥为代表的 认为皮肤环境过于干燥 占到了32% 谁是68% 我是B 跟我们一样 那个我们家宝宝是 那个一出汗之后 然后身上就爱起湿疹 所以你就觉得应该是 对 应该是潮湿的环境 明白了 我是那个南方人 然后一来到北方这边 我宝宝他身上就特别特别容易起 那个湿疹 特别容易痒 一痒就挠 挠得特别厉害 把我给说晕了 来赶快我们让这个刘一生 来说一说 到底是A对还是B对呢 那当然是A对了 A对 我们皮肤科 每年冬季看湿疹 夏季不看湿疹 其实刚才说到湿疹这个词 叫湿疹 所以大家都以为是湿 对 实际上湿疹呢 它是一个皮肤的 一个慢性的炎症 特别容易搔痒 还容易渗出 所以它的词 说的是这个渗出 出水的词 哦 你一次知道 不是干湿度的词 也不是所谓有的家长觉得 脾湿的词 这个词说的就是皮肤 干了裂了渗水的词 是一个现象 对了 你看看 这都湿疹猫 这么厉害呀 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特点 皮肤都是干粗糙 你摸着 拿手摸着是喇叭的 对 喇叭的 而且呢 你看这个干裂的到几点的时候 有出水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 湿疹的湿 在这里 哦 这真是长出水 对啊 那这样的话 南方那么湿润 那南方人还起湿疹吗 也起 因为它的是一个皮肤的 一个 它的生理特点 然后呢 在南方 它同样有一个季节 干与湿的一个季节变化 相对干的那个季节 对 对 比如北方是几月到几月容易发湿疹 南方是几月到几月 北方一般是从 头一年的十月份到第二年的五月份 就过了咱们北京的一个高发季节 就会好得多 南方呢 一般是在十一月份到三月份 其实 小孩的湿疹的发生 是因为他的皮肤的生理特点 小孩的皮肤啊 比成人要薄 尤其是新生儿 要薄将近三分之一 那么它最起主要作用呢 是皮肤的脚趾层 脚趾层呢 它有很多层细胞 我们皮肤科医生经常把它比作是一个墙 成人的这种墙呢 细胞饱满 砖块就大 那么水泥也足够 所以砖缝就盐 那么小孩呢 他的皮肤薄 他的细胞小 不那么饱满 他墙和这个砖和砖之间的水泥 又不那么充分 所以这个墙就容易漏缝 就跟咱们家墙 如果要是厚了 你冬暖夏凉 如果咱们家的墙要薄了 你冬冷夏热 会很不舒服 所以这个就是小孩的皮肤敏感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 所以孩子的皮肤生理特点在这 那么他的皮肤薄 那皮肤的屏障功能不好 在秋冬季节 水分就容易丢失 丢失了以后皮肤就更干 干了裂了 外界的刺激就容易进来 这个是我们引起湿症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它不是食物过敏的问题 它是皮肤敏感的问题 如果一下儿孩子湿疹很厉害 我们怎么去面对 别抓狂 对吧 因为一抓狂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病乱投医 周围那种各种天方 所以我觉得拜托妈妈特别重要 我有的时候觉得很多朋友很好心 但是咱们还是相信这个专家的 我们来看这大屏幕啊 第一是母乳可以治湿疹 认为母乳可以治湿疹正确的请举手 谁告诉你们的 是老一辈的嘛 就是奶奶辈的嘛 人家说皮肤小孩的皮肤嫩 又不能抹药膏 但是小孩又哭 又不肯睡觉 特别是婴儿对吧 又不会说话 这个时候奶奶就说 你就接点母乳给他抹抹吧 就是这样 那好了吗 但是 没有 除了听说这 还听说给宝宝洗澡用母乳什么的就好 我就想肯定不对 因为母乳里面是有菌的 不然它好坏 我不主张用这个方法 因为母乳吧 它到底是一个高蛋白的东西 它其实涂到皮肤上 小孩然后再一出汗混到一起 等于一个细菌的培养机 对 你反而在这个湿疹的这个部位 容易发生感染 对湿疹并没有什么有用的地方 可能那个妈妈真的也是着急了 给它用一用 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它不起作用 因为从理论上讲 它就没有治疗湿疹的成分在里面 对吧 所以我不主张 那个调查问卷里有人说 用冥凡或者盐治疗湿疹 然后请问专家对不对 冥凡 反正老话说里边老说有皮盐了 用点花椒盐水煮一煮 但是这有个浓度 盐水浓度太高了 对湿疹的孩子的皮肤 反而是造成干燥和刺激 在一个冥凡 因为你现在皮肤都已经有破溃 有裂口 小孩的皮肤又薄 你大量的冥凡吸收了以后 会影响肝肾工 所以这条我觉得不要随便用 你掌握不了浓度 它会引起相反的作用 甚至对孩子的健康是有危害的 还有什么偏方 还有用土豆擦 这你别笑 这个真的有 我就给孩子用不 用什么 土豆 她试诊 对 因为是我婆婆说的 因为有一天我看我婆婆 那个胳膊上贴了一溜土豆 我说你这是干嘛呢 她说就是看到一个偏方 说是用土豆 就贴成薄薄的片附在上面 可以治这个皮肤方面的病 然后所以我孩子起试诊的时候 也是给她用了 但我还真的是 是当时有那个缓解的作用 是对的 这是对的 这是对的 对的 用土豆去 因为她还有淀粉 因为特别严重的湿疹 比如像刚才咱们看的 皮肤特别干的那种孩子 在国外有一种淀粉浴 然后有质养的作用 有的人拿麦片 就反正含淀粉 或者也能用土豆粉 加在那个洗澡水里边 它有治疗湿疹的作用 这点是对的 对的 因为我们上次做了一期节目 然后我就给大家吃了个小招 就是湿疹的时候 那个偏方嘛也算是 然后因为当时 彭一多她那个湿疹不是很严重 所以我就给她用了那个金花煮水 然后带点菊花煮了那个水 温了之后 然后用棉布 是附在她的那个 你特想问那个专家这个 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定的道理 其实不是不可以用 很轻的湿疹 你湿敷一下 加一点中药的 有消炎 止痒 这个解毒的作用的中药是可以的 只是大夫用的比较少 这个民间用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可以 那些妈妈 因为很多人在问我 怎么煮 怎么用 我也是很大的 可能以后要专门制作一下 看看到底哪个浓度 一个笔的 可能得有人专门去研究一下 我觉得 那在这个医学上 会给孩子得了湿疹 用些什么药物呢 到底怎么治 对 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节目的根本 就是咱们要告诉家长 应该怎么办 那么一般呢 确实 我老觉得家长老说 我听谁说 听谁说 我有时候跟人家急 我说你听大夫说好不好 我说你路边上不认识的人 说一句你都听 大夫的你不听 所以我也觉得 有机会到这来 跟大家一块讲讲 我们的湿疹怎么用 刚才说到了 就是湿疹 主要是个皮肤屏障的问题 其实呢 小孩的湿疹 百分之六十 不是靠药 而是靠保护皮肤 润肤来起到作用 而且最主要的是润肤剂 这个你知道吗 我反正一直在注意 因为我们到处跑 所以只要一到干的地方 我会尽量给它保持润肤 所以那个润肤 润肤乳是常年要带着的 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一多它就是 起湿疹的时候 我问到其他的医生 他们也说 不管它起到什么程度 你同样每天都要给它 抹润肤霜 就是要保持它的滋润 对 因为有些妈妈就不敢抹了嘛 我们医院都大家都知道 其实都说三件套里边 有一个龟霜 对 这个就是一个医学恢复品 它能够很好地 让皮肤滋润 恢复皮肤评量功能 当然也可以用 宝宝起湿疹的时候 真想你给宝宝的用量 是怎么用的 用龟霜 就是能够覆盖住就 就是能够把它那个伤口 或者是那个创伤的那地方 完全覆盖是为主 那不对 你别把它当成一个 单纯的治疗的药 不对 其实它是恢复皮肤屏障 你这个地方有一个皮水 你这个地方觉得是 这个病变在这 实际上它周围的皮肤 都是一个亚健康状态 所以我们涂润肤霜 来您拿我这试 假设 我这一小片 起了湿疹 那我就用你的试了 如果是特别干皮肤的孩子 我们不是拿手指弄 真的这么多呀 你看我们拉一条 在外侧一般拉一条 拉一条以后拿手掌 这么给它揉开 这么揉开 孩子会很舒服 是这样的揉 这个用量是我给朋友多 全身按摩的那个油的用量 我们要求特别干皮肤的孩子 一个星期抹掉250克 250克是半斤 其实不是我们 觉得这个东西不管用 是我们量没有用对 对不对 因为你是用它治病 我看看这是多少克呀 春夏你看 这是60克 60克 照您这说法 比如说铁湿疹的孩子用龟双 一个星期四到五只 那一天呢 大概多少量啊 30几克 半瓶 好了我也别起了 我那两瓶都不听到了吗 不是没用 是你们用错量了 这一瓶60克 宝宝起了湿疹之后 一天就要用掉一半 你的宝宝没有湿疹 你不用用这么多量 你就作为日常的护理就行了 那日常应该用多少量呢 日常的话 我们吧 一般皮肤科医生 觉得覆盖药的面积是 一个叫食指的指尖单位 你自己的一个指尖单位 可以抹你自己 两个手掌面积大 就是抹这么大 对吧 两个对 抹两个手掌 两个手掌面积 那就是等于我没有湿疹 用这肯定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刚才说了60%靠日 对吧 还有40%靠抹药 因为严重的湿疹 你到抓虾的时候 你怎么办 我润肤 但是局部有红 有皮疹 有结痂 有肾出的时候 我怎么办 那这时候 明星产品 这三个字 在我们梦中都会出现 对 其实很轻的湿疹 抹一点这个就可以了 这个量是要用多少 福乐霜的这个量 福乐霜量 就刚才按咱们那个指尖单位 就可以了 就是正常的那个 指尖单位 可以抹两个手掌面积大 然后呢 如果要是严重的时候 我们要加一点激素药膏 一起使用 严重的时候要加 艾洛松 这个是艾洛松 我们当然用的比较多 不光是这一种 别的激素药膏都可以用的 只要是给孩子选用的 选用的是弱效和中效的 就是特别严重的时候 要福乐霜和这个激素药膏 搭配起来 一起给孩子用 对 那么他的这个用药呢 其实家长都特别担心 对啊 不敢用激素 激素的 激素就真的是 就是头皮发麻 对 好多妈妈进来就说 大夫 你给我开药 我要福乐霜 我们说那给你 加一点这个药 如果严重的时候 我不用激素 激素有副作用 我不能用 但是我们其实 尽量的都跟家长说 其实从治疗的角度来说 小孩的湿疹 首选的药是激素药包 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首先它定性 它就是可以给小孩用 第二个呢 当然我们要定量 一周不要超过二十克 两只 再一个呢 用要时间 面部别连续超过一周 四肢躯干 最好别连续超过两周 如果躯干 躯干特别厉害的 不要超过四周 这是我们用药的 这个原则在这 既然我们说了 激素可以用 但是我怎么把它用得更安全 所以厉害的时候 我们的习惯 是和一个中药配着用的 比如我的福乐霜 是一份 是吧 这是一份福乐霜的大小 然后呢 埃洛松 也是一份 也是一比一的量 就这样子 其实是相同的量 相同的量 混合了以后 给它直接涂 拿手涂 妈妈们都愿意棉签涂 我们大夫除药可都用手涂 手涂呢 温度合适 柔软度合适 而且你 渗透力强 你揉的以后舒服 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妈妈接触 所以一定要用手涂 还有呢 就是 这个一天两次 如果三天以后 我们要减量 因为激素的使用是从 原则是从高 就是从强到弱 从高浓度到低浓度 那么我们呢 就是 如果第二个三天的时候 这个还是一份 这个激素药膏 给它减成半份 对 您在我手上来 它是一份了 对吧 然后呢 然后激素药膏是半份 它就是半份 哇 今天看完就不用去医院了 然后再把它 是的 这样混合 对了 一样 再用三天 混合 在三天以后呢 你再给它改成三分之一份 就是这个还是一份 这个又少了一点 三分之一 这样子呢 用九天 能很好的控制湿症 因为妈妈们所担心的 激素依赖呢 都是用一天激素 药膏 第二天就停药了 其实没有好 结果第二天一停药 很快又反复了 其实湿疹的治疗 是一个过程 它要随着孩子皮肤 逐渐成熟了 湿疹减轻了 你自然就不用药了 所以它会反复 但是你怎么让它反复呢 时间尖端的 要长一点 对孩子影响小一点 可能这样一用药 是我们摸索出来的 一个用药的方法 哇 好的 我有一个问题啊 你那一小块 我不要捏后背啊 我们也有办法呀 你看 我们所以有一个 中药的药水 双方其实喜悸 我们的药用法呢 就是纱布打湿了 把这个药水 浸在湿纱布上 然后呢 给它湿敷 湿敷 敷完了以后呢 你再涂药膏 它就能更均匀地涂 面积更大一点 应用也更安全一点 没有记住的妈妈们 我们再来温习一下 关于应对湿疹 一 宝宝轻度湿疹 我们可以用护肤霜 进行护理 但一定要注意用量 每个宝宝 一个礼拜 要涂抹250克 也就是相当于半斤的量 才能有效修复 宝宝皮肤屏障 二 宝宝在没有湿疹的情况下 我们也要用 一指度两手掌的定律 来帮助宝宝护肤 三 如果宝宝湿疹的症状 比较严重 那么就要介入药物 进行治疗了 我们可以将治疗 湿疹类的药物 和激素类药物 混合使用 在这儿 需要特别提醒妈妈们 在使用激素类药物时 应采取阶梯低减的方法 这样就完全不会 对宝宝造成伤害 妈妈们不用担心哦 下一条 宝宝得了湿疹后 不能洗澡 能不能洗澡 你觉得 得洗 要洗啊 大家觉得宝宝 得了湿疹以后 不能洗澡 认为 请举手 我觉得要是洗澡的话 可能孩子 比方说那个疹子 有破了的 或者什么的话 更会交叉感染什么的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给孩子用一些 什么酒精啊 或者清水 就是擦一擦 没有湿疹的地方 就行了 酒精 酒精不是更厉害 其实这个问题的 问题在哪呢 不在于洗不洗澡 对 洗澡是应该的 因为沾水是湿的 是润敷的 水绝对是润敷的 可是我是觉得 因为洗完了之后 会更干 对 所以不在于 洗不洗本身 是在于方法 首先要洗 要洗 然后呢 要洗 因为洗澡 一个是润敷 一个是它清洁皮肤以后 减少感染的发生 这是要洗的 只是你根据 你自己家里的条件 如果我温度保持很好 时间也比较充足 我每天给他洗 就温度不太好 我隔天洗 或者我一周 起码洗两次 我觉得是 这是应该保持的 这就是清水 温水洗的 其实更关键的是 在于方法 就是盆雨 肯定小孩 都是盆雨多了 很小的小孩 给他洗淋雨 他会害怕 只是洗澡的水温 别超过39度 所以我的习惯是 36到39度 更合适一点 就是千万不要水温太热 太热 尤其是冬天 如果家里冷 很多人喜欢用 比较热的水 给孩子洗澡 水热是什么 脱脂 脱了脂以后皮肤干 其实你洗澡 造成皮肤干 是在这一点 还有一个 别用清洁剂用太多 清洁剂也是脱脂清洁 那也会造成皮肤干燥 用得过多 所以一周 两周用一次就可以 再有 就是在洗澡的时间 一般我们说 别超过十分钟 但是湿疹厉害的孩子 最好别超过五分钟 因为泡水时间更长 过长也会造成皮肤干燥 所以你不在于次数 不在于洗不洗 在于方法 您刚才说的清洁剂 是沐浴露吧 那沐浴露 我觉得想擦地呢 我大概明白了 就是小小宝贝 他们洗澡的时候 就冲一冲 别每天老用那沐浴露 对不对 那沐浴露一周 用一次就好了 一到两周用一次 而且湿疹的时候还是要洗 好吧 下次我送你清洁剂啊 下一条 得了湿疹的宝宝 不能吃鸡蛋 大家认为这一条是对的 请举手 我们家孩子是 出了月子展湿疹的 然后那时候 我还喂母乳 然后展湿疹的时候 我婆婆就说 不能吃鸡蛋 因为会让它燥热的花 后来呢 我发现我们家孩子 就是展湿疹 然后我吃了鸡蛋 她吃母乳 确实就是她 挠挠 你说你不能吃鸡蛋 对 因为她吃我的奶 然后呢 后来八个月的时候 她吃鸡蛋 我就发现过敏 全身起那个红点 她吃鸡蛋 那你觉得你起的就是湿疹吗 不吃鸡蛋的时候就不起吗 对 绝对不起 其实在这个湿疹 是原因上 大部分人认为是 吃东西引起来的 尤其婴儿 很多人认为是 吃东西引起来的过敏 但是在我们皮肤科医生不这样认为 我们认为还是你的皮肤薄嫩 皮肤平常功能不好 外界的刺激引起皮肤敏感 就是皮肤敏感 很少是因为食物过敏 因为如果食物过敏 你要想 最常见的原因 最常见的表现应该是胃肠道 有腹泻 呕吐 腹痛 这个体重不增 这个是食物过敏最常见的表现 那刚刚那个妈妈会不会有可能就是 食物过敏 就食物过敏 单纯性的 食物性的那个过敏 不是 如果有腹泻 同时有皮疹 那你要警惕是食物引起来的 它应该是引起两个以上系统的改变 如果单纯 吃了东西以后 只是皮肤上有湿疹 那不一定是食物过敏 那很少是食物过敏 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概念 湿疹是皮肤敏感造成的 不是食物过敏造成的 当然如果是皮疹持续存在 你似乎觉得吃了什么东西加重 但是你又不能坚决地能判断出来 你不吃这个皮疹就退 那我觉得还是正常饮食 因为营养对孩子太重要了 湿疹是个小事 而且而且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湿疹再厉害你都不要害怕 因为它不留疤也不留印 不用太担心 其实我也想就总结三点 第一个小孩的湿疹 其实不是个病 它是一个皮肤发育成熟的过程 中出现的问题 就像你小的时候吃奶 大了会吃饭 小的时候抱着 大了会走路一样 其实你婴幼儿期起的湿疹 绝大部分过了一岁多 就都好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别太着急 因为它既然是个过程 我们这么多药 也只是帮助他度过这个过程 并不可能 所谓的家长妈妈一来说 有断根的药 它并不断根 是用药物 用护理帮助你的孩子度过这个过程 第三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从我们皮肤科的角度来说 它不是一个食物过敏 而是一个皮肤敏感 所以你更多的重点 在护肤 润肤 护理孩子 保证正常营养 保证正常发育 这个是我们想告诉大家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刘主任刚才一直说 让大家别着急 其实我觉得要想不着急 就是你得有这个知识的储备 你心里有底儿 你就不会那么着急 对 但我也特别怕 刘主任说的这些 我给忘了 所以呢 就是你 刚才有没有人真的看我们的节目呢 如果你人真的看了呢 这一定难不倒你 而且你还会获奖 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栏目组送出的千元大奖 加油 首先请听第一题 第一题是这样的 治疗宝宝试诊时 龟双每天的用量应该是 A 5到10克 B 10到15克 Z 15到35克 宝宝不可以提早 这句话正确吗 A 正确 B 不正确 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方法 各位别忘了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 拜托的妈妈会在 每周一晚的9点20分 在安徽卫视 准时和您相见 别忘了收看 好 最后一期 让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口号就是 做妈妈 很OK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